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耳根有志要小心,这个志的位置可是长得不好哦,志长在这个位置,人的健康容易受影响,而很多人一旦只想是恶志,便会去取掉,可是要知道,有些恶志就算你取掉了,也不能够改变什么,耳内有志是长寿,而这种志向可能很少有人有,一般这种志是长在耳内,也就是耳洞口,看似很隐蔽, 而女人耳朵长致面像图上,有期待这种志向的人长寿,好命,耳朵有志代表聪明,善解人意,这种志向的人一生富贵,命中就带帮富运,能够做家庭的嫌累住,又不会依赖丈夫,经济独立的同时,又能够照顾好家庭,耳朵有志者财运不错, 而且这种志望的还不光是自己,财运好也会影响到家人,投资赚钱,一家人分享,而常有这种志的人可谓是衣食无忧,志常在耳朵的后面,如果常在耳朵的上方,表示和父母的关系不好,如果在中间,要小心被别人利用, 若是常在耳朵下方,则一生都没有什么财运,耳垂有志是大富大贵的意思,而要是耳朵是高风耳,耳垂上又常有志,那这简直就是堪称有福之相,这种志向的有财有库,是好命的代表,看,面,消,作者微信191870788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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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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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